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球的几率也不低 很糟糕的局面 好 想办法解进去 并不是解禁 直接打开 打开 但打开总是有问题 他觉得这样打可能是风险最低的一种办法 对 这也是无计可施的一个权宜之计了 黑球左上方这颗还是有切球 只是切球完以后主球可能会跑得不知所云 他现在要过来看一下主球到底会跑到什么地方 黑球左上方第二颗球 就外围的一颗是有反薄球的 但这个球保完以后呢 主球有可能会撞到左边数过来第二颗红球 或者会到这个上方去 看他是不是来保这颗球 直接跑 直接跑球就一定要抓力道 力道要抓得非常非常好 不算完美 不算完美 但还可以 不算完美 因为杆头还是放得进去 这个球没有意义 关键是左边的这个底带 但是他要抬高杆尾来打这个球 这个难度要大得多了 大家看他抬高杆尾来打 差很多 太多了 不碰呢 碰了就坏了 不幸中的万幸他没有漏短球 就是中代这颗红球他是没有漏掉 对 那为什么说这颗球那么难 因为他打过来呢 你要直推的话 就撞进黑球堆了 如果不直推的话呢 他就要打出拉杆 让他横台增加分离脚 那因为刚才那个球离 这个台边呢 还是有一点距离的 所以他这个杆头呢 还塞得进去 但已经抬高杆尾 打远球抬高杆尾 这个不是一般的 这个水平可以做得到的 看Running一个Kiss球 好球 好球 像这种Kiss球 对他来讲呢 信手拈了 他撞中什么地方 他都可以告诉你最后停在哪 今天这场球值得一看 因为Running是活力全开的 而且呢 他每一个球呢 都想的比较充分 不像以前打到哪是呢 对 他打PDF等 他不希望对方爬起来 就最好按在地上打死拉倒 看看这个水平奖杯 很漂亮 嗯 从这几局球来看呢 就是Running 他对于这个六号球 对这个六分球的处理啊 不单单是就是说向下 他经常都会选择这种轻推 掉过头来 将六号六分打进中带 对 因为六分其实是四边开放的话 应该是都要利用 对 当然如果有选择就是向上还是向下的话 当然是打底带开放更大 因为中带毕竟还有 失误率要比底带要大一些 但是 无论如何 六分的四代都必须要非常的准 要经常可以用得到才好 28 29 3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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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40 30 30 30 4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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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45 45 45 50 50 � 就把黑球要回去了 他选择要6分 我觉得这个选择是不太对的 你那么早来顶这个球挂了一个球 那以后来还有很多的不确定的东西在里面 我就不相信说他打第一颗球的时候 已经在设计说未来顶开以后是什么局面 那他始终要把黑球要回去 对 黑球一定要让回去 现在是不是再考虑带一下 因为他现在准度不是很够 球要带开比较好打一些 是直接推呢 还是来带一下 是不是很快 他们要休息一下 对为什么 立刻出去 偶像个警察 一起来